中文童话 金发姑娘与三只熊 很久以前有一只熊爸爸 一只熊妈妈和一只熊宝宝 生活在丛林的小屋里 还有一位姑娘名叫金发姑娘 与她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早上金发姑娘正在玩耍 她走进了丛林里 而就在这一天 熊一家煮了粥作为早餐 粥很烫 于是他们决定先去丛林里散步 当他们在丛林里散步的时候 金发姑娘来到了这所房子的大门前 她很好奇里面是什么 于是她走过去敲了敲门 你好 里面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 于是她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她看到了一个桌子 桌子上面有三碗粥 金发姑娘刚好饿了 这粥闻起来真香 让我先尝尝 她走到第一个碗旁边 品尝了粥 哦 粥好热 烫到我的舌头了 于是她开始去尝第二碗粥 哦 这碗粥太凉了 哦 这碗粥太凉了 吃完早餐 吃完早餐以后 她觉得有点累了 于是她走进了客厅 看到了三把椅子 金发姑娘坐在第一把椅子上休息 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太大了 于是她就坐在了第二把椅子上 这个椅子也太大了 她试了试最后一把最小的椅子 哈 这把椅子刚刚好 但是就在她坐在上面的时候 椅子断了 哦 不 金发姑娘现在很累 她没有地方休息 于是她决定上楼去过室里 她躺在第一张床上 这张床对我来说太硬了 然后她躺在第二张床上 哦 这张床太软了 然后她躺在第三张床上 哈 这张床刚刚好 当她睡着的时候 三只熊回到了家里 有人吃了我的粥 熊爸爸吼叫着 也有人吃了我的粥 也有人吃了我的粥 而且都吃光了 有人坐了我的椅子 也有人坐了我的椅子 有人坐了我的椅子 还把椅子坐断了 然后他们决定去四处看看 当他们上楼到了卧室 熊爸爸吼叫着 有人在我的床上睡过觉 也有人在我的床上睡过觉 有人在我的床上睡过觉 是人类 而且他还在那里睡呢 熊宝宝吓坏了 大声地喊道 就在三只熊走向金发姑娘的时候 他醒了 救命 救命 他跳了起来 跑下楼梯 打开门 冲进了丛林里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